中醫藥在香港有悠久的歷史 自80年代開始 社會對中醫藥的發展越來越關注 而香港政府也在1989年成立了中醫藥工作小組 負責檢討香港中醫的執業情況 和中醫藥在本港的使用情況 也為推廣中醫藥的專業水平提供意見 酒區回歸對香港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分選領 在香港回歸之後 香港特區政府跟中央政府配合 在中藥的教育、科研跟衛生、醫療服務這個方面 有非常大的成績 在教育研究方面來講 金惠大學是我們香港特區政府設立的第一間 有全額資助的高等中藥院校之一 隨後有港大有中大的課程 對於培養中藥的人才非常重要 目前全世界的中藥產業不算發達 因為這種產業需要非常高的科技支持 而香港就很適合發展中藥的創新和研發 但中藥產業我覺得大概有幾個層次 一個層次創新藥物 我們大家去研發一個能治療效果很好的藥物 像青草素、三樣花爾參 或者我們再找到一個黃蓮素 就是一個完全成河的創新藥物 就是治療疾病的 這是一個重要的產業 今天我很開心訪問到陳肇始局長 原來香港一直都和國家的衛生健康委員會 有很密切的合作 就中西醫藥的發展做了很多工作 現在國家倡議一帶一路 香港作為一個中西文化交流的地方 我們怎樣利用自身的優勢去配合一帶一路發展 國家的政策一帶一路 其實我們都是非常擁抱的 中西醫藥其實這兩方面 我們都是在香港一直在做不同的工作 就以中醫和中藥為例 其實我們香港在做很多中藥的檢測 尤其是中草藥的一些標準 這些標準其實都是希望 可以現在做了二百多種在衛生署 希望可以將這東西除了給香港之外 其實國家或者其他地方 如果他們有一些中藥材 都可以利用香港這個標準 97年香港回歸之後 香港的中醫藥發展 已經進入了一個暫新的階段 通過業界、學術科研界、社會各界人 和政府的同心協力 中醫藥在醫法規管、科研教育 和服務市民方面都建立了基礎 還穩步地向前發展 大家記得訂閱、點讚和分享我們的超藝理想頻道 記得要給我們一個讚 記得要給我們一個讚 記得要給我們一個讚